巴菲特智慧,闭上嘴巴,职场中的六个经济 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积极的人际互动和良好的沟通是维系友情和建立信任的关键 然而,有些行为和言辞可能会破坏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甚至伤害到他人的感情 在下面,我们将探讨六个在人际交往中应该避免的竞技行为,并提供关于如何避免这些陷阱的建议 在人际交往中,避免这些竞技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更积极的关系,增强友情和信任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六个竞技,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它们,从而成为更好的沟通者和更好的朋友 竞技一,逢人就说第三个人的坏话 在人际交往中,逢人就说第三个人的坏话,是一个常见但不良的行为 这种做法不仅伤害到别人的感情,还可能破坏人际关系 当我们不经意地谈论他人的负面特点或行为时,我们可能会低估这种行为的后果 然而,它实际上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可能对我们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首先,谈论他人的坏话,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当我们开始批评或谴责别人时,可能会激起别人的不满和反感,进而引发对我们的回击 这可能会导致口水战,使局势更加恶化 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变得紧张,难以修复 其次,逢人就说第三个人的坏话,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消极情感和态度 当我们不断强调他人的缺点时,我们可能会忽视自己的成长和积极的改变 这种消极情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态,使我们更加焦虑和不满足 相反,如果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关注自己的成长,并努力解决问题,我们会更快乐和成功 最重要的是,逢人就说第三个人的坏话,破坏了信任 当我们被发现经常传播他人的负面信息时,别人可能会开始怀疑,我们是否也在背后议论他们 这会破坏信任,使人们对我们保持距离,难以建立深层次的人际关系 因此,要避免这个禁忌,我们应该养成尊重他人的习惯 当我们对别人感到不满或不满意时,可以尝试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传播负面信息来发泄情感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自己的言行,确保我们的言辞是积极的,尊重的,并且有助于促进健康的人际关系 禁忌二,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 过去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包含了我们的经历,教训和回忆 然而,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可能会对人际关系和自身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聊和不耐烦 尤其是当我们不断地重复相同的故事或回忆时 听众可能会感到厌倦,因为他们无法与这些经历产生共鸣,或者他们已经听到太多次了 这可能导致人们远离我们,减少与我们的交往 其次,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可能会让人感到困难 有些人可能会将过去的不愉快经历或痛苦地回忆无休止地提起 这可能会让听众感到不舒服甚至心情沉重 这种行为可能会让人们觉得无法轻松与我们交往 因为他们不想在不断提及负面经历的氛围中度过时间 最重要的是,过多谈论自己的过去可能会妨碍我们前进 当我们过于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时,可能会错失当下和未来的机会 我们可能会陷入对过去的沮丧或遗憾之中 而无法专注于当前的机会和目标 这可能会限制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因此,要避免这个禁忌 我们应该学会平衡谈论过去和关注当下 过去的经历可以提供宝贵的教训 但不应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焦点 我们可以尝试将过去的经历 整理成有意的故事与他人分享 但不要过分沉眠其中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当前的目标和机会 努力创造更加丰富和有意义的未来 禁忌三,过度开玩笑 开玩笑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轻松方式 可以促进友好关系和舒缓紧张气氛 然而,当开玩笑变得过度 无分寸或伤人感情时 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应该采取的禁忌行为 首先,过度开玩笑可能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 尤其是当玩笑涉及到他人的外貌 身材、家庭背景等敏感话题时 容易让人感到尴尬和伤心 这种伤害可能不仅影响到人际关系 还可能导致人们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 认为我们是一个不尊重他人感情的人 其次,过度开玩笑可能会破坏信任 当我们频繁地开玩笑并伤害到他人时 别人可能会开始怀疑我们的动机和诚意 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故意伤害他们的 而不再信任我们 信任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一旦破坏,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最重要的是,过度开玩笑可能会反映出 我们自己的不成熟和不负责任 成熟的人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谦虚和尊重 而不是不断地挖扑和讽刺他人 过度开玩笑可能显示出我们不成熟的一面 影响到他人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 因此,要避免这个禁忌 我们应该学会掌握开玩笑的分寸和适度 我们可以选择幽默的方式来轻松气氛 但不应伤害到他人的感情 在选择玩笑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是否会伤害到他人 是否会破坏信任 以及是否符合场合和情境的要求 禁忌四 过多抱怨和诉苦 抱怨和诉苦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但当他们过于平凡和不适度时 就会成为人际交往中的禁忌行为 以下是关于过多抱怨和诉苦的一些不良后果 以及如何避免他们的建议 首先,过多抱怨和诉苦可能会让人感到疲惫 当我们不断地向他人倾诉自己的不满和困扰时 他们可能会感到疲惫 因为他们无法一直承受我们的情绪负担 这可能导致人们远离我们 减少与我们的交往 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我们的抱怨拖累 其次,过多抱怨和诉苦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不断强调自己的不幸和不满 可能会使我们更加负面和沮丧 而且会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这种循环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消极的情绪状态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最重要的是,过多抱怨和诉苦 可能会让人们对我们产生不满和不耐烦 当我们不断地抱怨而不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时 他人可能会感到沮丧 认为我们只是在发泄情绪 而不愿意做出改变 这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 让人们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减少 为了避免这个禁忌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积极解决问题 当遇到困难或不满时 不要只是抱怨 而是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解决问题 思考可行的解决方案 寻求帮助和支持 而不是沉沉于抱怨中 寻找积极的出口 将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的行动或表达方式 例如可以通过写日记 锻炼或与朋友分享来释放情绪 限制抱怨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感到需要抱怨 可以设定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倾诉 而不是随时随地都抱怨 这样可以避免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倾听他人 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感受 还要倾听他人的感受 建立互相支持的关系 而不是只关注自己的问题 禁忌五 过多谈论财务状况 谈论财务状况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当他过于平凡或不适度时容易引发尴尬和冲突 以下是一些关于过多谈论财务状况的不良后果 以及如何避免他们的建议 首先 过多谈论财务状况可能会引发极度和不满 当我们平凡地炫耀自己的财务成就或状况时 他人可能会感到极度和不满 尤其是那些处于经济困境的人 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和冲突 影响人际关系 其次 过多谈论财务状况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 财务状况是一个私人的话题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分享或听取的 当我们不断地谈论金钱时 可能会让他人感到尴尬和无法应对 尤其是在社交场合 或与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时 最重要的是 过多谈论财务状况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 金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容易引发争吵和不满 如果我们频繁地与他人讨论财务问题 可能会导致争执甚至破坏友好关系 为了避免这个禁忌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保持谨慎 谨慎的选择何时何地讨论财务状况 不要在公共场合或与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时谈论金钱 尊重他人的隐私 不要主动询问他人的财务状况 除非他们愿意分享 尊重他人的隐私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一环 避免炫耀 不要过于炫耀自己的财务成就或状况 与他人分享财务信息时 保持谦虚和谨慎 聆听他人 如果他人选择与我们分享财务问题 要倾听并表现出关心和理解 不要只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 禁忌六 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是一种不良的行为 它可能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损害信任和友情 以下是关于这个禁忌的一些深入探讨 以及如何避免陷入这种行为的建议 首先 当我们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时 往往是因为我们感到不满 不喜欢或者嫉妒对方 这种行为可能会释放我们的情感 但却损害了他人的声誉和自尊心 被说坏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受伤和背叛 这会破坏友情和信任 其次 背后说坏话会降低我们自己的声誉 如果我们经常参与这种负面的行为 他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八卦 不可信赖的人 从而影响我们的社交地位和声誉 最重要的是 背后说坏话不解决问题 只会加剧矛盾 如果我们对某人有不满或不喜欢 最好的做法是直接与对方沟通解决问题 而不是通过背后说坏话来表达情感 这种做法不仅更成熟 还能够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为了避免陷入这个禁忌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积极沟通 如果我们对某人有不满或问题 应该积极的与对方沟通 寻求解决之道 而不是背后议论 尊重他人 尊重他人的意见和选择 不要批评或评论别人的决定 除非被直接询问 保持积极态度 避免与他人一起讨论负面话题 尽量保持积极的言谈和思维 思考后果 在说坏话之前 考虑一下可能的后果 思考这种行为对人际关系和声誉的影响 避免这些禁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 更积极的人际关系 在与他人交往时 尊重和关心他人的隐私是至关重要的 不应窥探或过度关心他人的私生活 避免对他人的外貌 身材或经济状况进行批评或评价 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之处 过度自恋和炫耀可能会破坏友情 应保持谦卑和真诚 分享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平凡抱怨和倾诉可能会让人感到疲惫 应学会自己处理问题 不要依赖他人提供持续的倾听和同情 避免传播八卦和说闲话 这会破坏他人的声誉和信任 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不仅伤害他人 还会降低自己的声誉 解决问题应通过积极沟通 而不是背后议论 通过避免这些禁忌行为 我们可以建立更积极和友谊的人际关系 增强友情和信任 在人际交往中 尊重、谦卑、积极沟通和自我反省是关键 它们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朋友和更好的沟通者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